嗨大家好,我是许少君 现在我们要来介绍Here I am的第二支工具 这个工具是用来分析一个well里面总共有多少颗细胞 以及在这些细胞当中它的绿色荧光到底有多少的强度 那这边所示范的例子呢是绿色所标记的是bacteria 然后呢这边所使用的蓝色是利用depi来标定每一个细胞核 好,那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是imagej 所以呢要怎么做 我们其实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先在你的电脑里面先安装好feature is just imagej 然后接下来请到Here I am这个database里面的这个表格当中 找到github的这个空间 所以当你点击下去之后 好,它会领结到这个程式码它的一个代管库 在这里请你找到复党名.ijm的这个档案 点进去之后 在这里呢就是现在的这支程式 就是你可以下载的这个程式码 那我们先选择全选 用Ctrl-A全选 按Ctrl-C复制 好,复制完之后呢 请到imagej当中开启file-new-text-window 然后把它贴到 按Ctrl-V把它贴上来 好,接下来呢要做什么呢 那就可以把一张 像我们刚刚所示范的这个例子一样 这是一张蓝色去染 Depi去染蓝色的细胞核 然后呢绿色是某一种绿色的荧光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绿色的荧光 从这整张影像当中的讯号 给加送起来 然后呢细胞核也把它们全部都算出来 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直接按Run 那在第一个步骤 它会指示你要去定义一个区域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well当中有很多周边的这些影像 其实是我们必须要被排除掉的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利用这边的边线 去拖曳 去修改你想要分析的位置 好,等到你拖曳完毕之后呢 觉得哦,那这个区域就是我想要定量的范围 然后接下来就先按下OK 那你就会看到城市它正在进行运算 好,给它一点时间 好,那我们看一下运算的结果 好,等到它出现了这个Action Require 上面告诉你说请Check ROI of bacteria 那它指的意思是说呢 请你要去确认现在所分析出来的这些区域 是不是跟你的绿色荧光的表现范围是一致的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边的放大工具去检查 然后可以利用这只手去做搬移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现在分析出来的结果里面 包含一些很小的点 包含这边这种小小颗的绿色的讯号 其实都是有被找到的 好,那如果现在这个ROI的清单 所定义出来的绿色positive的范围 其实跟你所想的是一样的 那么你就可以按下OK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table 因为这个档名 这个table的档名是跟着我们原始影像的档名 同步命名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table呢 另外存成一个新的档案 那就可以把它存成一个csv file 那到时候就可以再做进一步的 去做计算跟分析 那这支影片呢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